1927年,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 与北伐军在南京郊区的龙潭镇周围进行了一场著名的战役 龙潭战役 孙传芳号称东南王,人送外号笑面胡 他又年孤苦寄人篱下 因三姐嫁于袁世凯不下为妾 得以资助其学业 后赴日本留学期间曾罪打钢村宁次 回国后加入北洋新军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因镇压革命党而晋升 袁世凯死后随湖北都军王战元投入直系军阀 颇受王战元的信任,势力逐渐扩大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曹坤、吴佩福兵溃失势 孙传芳积极打通各方关系整顿内部实力 出兵反奉,击败奉系军阀张宗昌 组成苏、婉、干、这、闽武省联军自任总司令 雄聚东南,声势得以壮大 1926年国民革命军事师北伐 在吴佩福惨败之后孙传芳出兵迎战 但是接连战败,后率残部北撤又开始联合缝隙张作霖 1927年,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 形成了以汪精卫等人为首的武汉政府 和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南京政府,史称明汉分裂 孙传芳联合缝隙成立了安国军 乘机反攻夺回徐州兵临长江 北伐军接连失利,蒋介石被迫下野 以李宗人白崇喜和英亲为首的南京军委会发布命令 孙传芳渡江南下占领龙潭附近要地,企图重返南京 李宗人白崇喜和英亲确定反攻计划后 分三路大军会攻龙潭,孙传芳聚山顽抗 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战 双方伤亡惨重,孙传芳惨败北撤,从此一蹶不振 影像中看到的便是龙潭战役胜立后 北伐军以及逃离的百姓返回南京城的场景 1931年918事变之后 日本人曾经多次想要拉拢隐居天津的孙传芳 均被以言辞拒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